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身娃用狼牙棒把蛇精和蝎子精痛打一番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气死我啦!蝎子精挥舞着拳头,怒气冲冲地嚷道 蛇精安慰他说,大王,别生气,我自有办法对付葫芦娃 这时,山鹰已经将老爷爷送回了家 可老爷爷的家已经被妖精们毁坏了 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结在倒塌的房屋上 枯黄的葫芦藤凌乱地横在山石上 老爷爷心疼地抚摸着葫芦藤,不禁流下了眼泪 突然,房屋上的蜘蛛网竟直向老爷爷飞来,一下把它罩住了 接着,一只天牛精从树洞里钻出来,提刀扑向老爷爷 你可让我们找得好辛苦啊,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 慢,一只蝙蝠精从地里冒了出来,狡猾地说 把它交给大王,说不定还能赏我们一杯酒喝呢 腰洞里,隐生娃回到了千里眼娃的身边 哈哈,二哥,我把妖精们狠狠地揍了一顿 妖精拿出了如意宝贝对付我 二哥快说,那咒语怎么念 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 千里眼娃说出了咒语 哈哈,这么简单,太好记了 隐生娃高兴地直拍手 好,你就瞧我的吧 等我把如意宝贝弄到手,马上就来救你 隐生娃说完,亮光一闪,不见了身影 天黑了,妖精的卧房石门紧闭 一只蛤蟆精不停地打着哈欠 把手在石门里边 隐生娃拿着一个酒壶来了 香醇的酒味立刻钻进了哈欠精的鼻子 好香啊 哈欠精打开石门捡起酒壶 隐生娃趁机闪了进去 握房里,蛇精和蝎子精躺在石椅上睡得正香 那如意宝贝就握在蝎子精的手里 调皮的隐生娃取下头上的葫芦叶 去撩蝎子精的鼻子 啊去 蝎子精经不住打了个大喷嚏 松开了手 如意宝贝正好掉进了隐生娃的手里 嘻嘻 隐生娃转身就要走 没想到撞上了正在巡逻的蜈蚣精 蛤蟆精和蝙蝠精 趁妖精们还没反应过来 隐生娃赶紧对着如意宝贝念叨 如意如意 按我心意 快快显灵 然后呼地吹了口气 眨眼间 三只妖精就被冻成了冰块 接着 隐生娃高举着如意宝贝 先后救出了火娃 水娃 大力娃 金刚娃 和千里眼娃 六个葫芦兄弟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二哥 快带我们去消灭妖精 葫芦兄弟们摩拳擦掌 别急 让我先探听一下妖精的动静 千里眼娃沉着地说道 六弟 你先去搭救七弟 我们在这儿商量商量 好 我这就去 隐生娃说完就向摩水盐飞去 喂 你是谁 来干什么 已经被毒枝熏黑的紫葫芦 已经完全不认得哥哥了 我是你哥哥 我来救你来了 隐生娃连忙解释 滚开 我没有哥哥 你再不走 我就要叫人了 紫葫芦威胁道 七弟 隐生娃又伤心又气愤 这时 一觉醒来的蝎子精 发现如意宝贝不见了 大惊失色 蛇精连忙安慰道 大王别急 我们还有一个宝贝 话没说完 天牛精就进来报告 大王 老头被我们捉来了 来得正好 快把他带上来 蛇精命令道 老爷爷被压了上来 蛇精邪恶地笑着说 老头 你来得真巧 我这儿有一场好戏 要请你看呢 蛇精将老爷爷 带到了魔水盐 这时 紫葫芦正好从藤上掉下来 紫葫芦娃从葫芦嘴里钻了出来 接着 紫葫芦放着绚丽的光芒 飞到了紫葫芦娃的手中 爸爸 妈妈 紫葫芦娃跳到蛇精和蝎子精的面前 轻热地喊道 哎 乖孩子 蛇精得意地将紫葫芦娃抱在怀里 老爷爷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孩子 你糊涂了 怎么跟妖精打得火热 你是谁呀 紫葫芦娃奇怪地看着老爷爷 爸爸 妈妈 不好了 满小子们打过来了 这时 一只蛇蝎精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 孩子 这帮满小子就是这个老头带来捣乱的 你说该怎么办 蛇精故意挑拨道 紫葫芦娃举着小葫芦说 妈妈 您别慌 我这个宝贝威力无比 让我用它来收拾它们 妖精 还不快还我爷爷和弟弟 火娃和水娃出现在一块高高的岩石上 它们话音刚落 一股烈火和一股激流就向蛇精和蝎子精喷来 哪儿来得满小子 敢来这儿胡闹 紫葫芦娃生气地举起手中的小葫芦 一下就将水火收入其中 谁欺负我爸爸妈妈 我就把它捏得粉碎 弟弟 你中邪了 怎么跟妖精混在一起 水娃和火娃焦急万分 招 紫葫芦娃却高举小葫芦 放出两道电光 电光将火娃和水娃的心积成两半 接着 兄弟俩竟互不相识地撕打起来 妖精见了哈哈大笑 妖精 你别得意 隐生娃和千里眼娃赶来了 可隐生娃刚拿出如意宝贝 紫葫芦娃就抢先举起了小葫芦 啊 隐生娃和千里眼娃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吸进了小葫芦里 当 如意宝贝掉在了地上 蛇精得意地拿回如意宝贝 你们这些害人精 今天非把你们砸个粉碎 大力娃和金刚娃翻着跟头也来了 只见大力娃举起一块巨石准备向妖精们砸去 看法宝 紫葫芦娃又举起小葫芦放出了电光 大力娃和金刚娃被电光击中胸膛后 竟打斗起来 看着葫芦兄弟们自相残杀 老爷爷哭着对紫葫芦娃说 孩子啊 你不能不顾兄弟情分啊 你们兄弟可是一条藤上长的啊 听了老爷爷的话 紫葫芦娃一下觉得心口很疼 眼里不禁涌出了泪水 蛇精赶紧抓住紫葫芦娃的手 喊道 别听老头儿胡说 快把这些蛮小子都收进葫芦 六个葫芦兄弟都被收进了紫葫芦娃的小葫芦里 蛇精赶紧用如意宝贝燃起了炼丹神炉 妈妈这是干什么 紫葫芦娃好奇地问 炼七星丹啊 吃了七星丹就天不怕地不怕了 乖孩子 你赶快把这些蛮小子倒进炉子里去 紫葫芦娃将六个葫芦兄弟扔进了炼丹神炉 蛇精笑眯眯地转向紫葫芦娃 乖孩子 你的宝贝真神奇 拿给妈妈看看好吗 只给您玩一会儿 待会儿就还我 紫葫芦娃把小葫芦递给了蛇精 蛇精一把接过小葫芦 喊道 看法宝 紫葫芦娃惊叫着 也被收进了小葫芦里 哈哈哈哈 蛇精将紫葫芦娃也投进了神炉里 可突然炼丹神炉的火熄灭了 还痴痴地往外冒水 蛇精和蝎子精惊慌起来 老爷爷却哈哈大笑 七个葫芦娃被你们折腾得离心离德 怎么能合到一块儿去 我倒是有办法让他们回心转意 蛇精立即命令道 快把老头放开 老爷爷从容地拿出了七色莲花 连心连心 连成一心 老爷爷高声念道 葫芦娃有了它 就能齐心协力 消灭你们这些妖精 不好 我们上当了 蛇精脸色大变 只见七色莲花 飞到炼丹神炉的上方 七颗莲子 叮叮咚咚落进炉中 砰 炼丹神炉炸开了 七个葫芦娃齐刷刷地落在了七色莲花上 蝎子精 蝎子精气恼地抓住老爷爷 用尖刀抵住他的脖子 谁敢胡来 我就宰了这个老头 孩子们 别管我 快去消灭妖精 老爷爷说着流下了热泪 呼 蛇精趁机举起如意宝贝 向葫芦娃们喷出了一股寒气 嘿 火娃飞身跳到高处 打出一道闪电 将如意宝贝积得粉碎 啊 蛇精慌了神 赶紧和蝎子精 挟持着老爷爷向洞外逃去 妖洞里的小妖精们 向葫芦兄弟们杀来了 可他们哪里是葫芦兄弟的对手 不一会儿 他们便丢盔弃甲 四处逃窜 追啊 千里眼娃一挥手 领着众兄弟追出了妖洞 你们跑不了了 七个葫芦兄弟将蛇精和蝎子精 包围在一个断崖边 看法宝 无路可逃的蛇精拿出了小葫芦 就在这危急关头 老爷爷奋力将蛇精撞倒 小葫芦飞进了紫葫芦娃的手中 恼羞成怒的蝎子精 将尖刀刺进了老爷爷的后背 爷爷 七个葫芦娃伤心地呼喊着老爷爷 火娃向蛇精和蝎子精 喷出了烈火 水娃吐出了洪水 大理娃搬起巨石 狠狠地砸向他们 金刚娃劈开山洞让他们无处躲藏 收 最后 紫葫芦娃把蛇精和蝎子精 收进了小葫芦 扔进了万丈深渊 七个葫芦兄弟一同跃向空中 化成了一座西风山 将妖精牢牢地震在山下 engineers 世界社交 为上 给我 水入省 向看 之后 是 变成 특esa 竹曲 荚 そ 和美影影影